嗨,大家好,我是康马医生,大马范仔 自从我看了董语辉老师他的生平,他经历之后,我觉得 哎哟,他也是从中学开始学英文的,我也是啊 对不对,他当然是母语是中文的,我也是嘛,对不对 我十二年了,小学六年级,初中高中六年,总共十年也是啊 英文是靠自修,然后自己胆处处的,去一家英语学习中心去教 然后就一直教,教到因为我做股神经都爆发了,我转行最当反应了 哎,刚刚我的老爸在测试我的电单车吵得要死了 现在测试完毕了,钥匙也交给我了 嗯,他就,他应该只懂两种语言吧,普通话 这个是英语嘛,大马范语词不通哦 普通话、英语,还有广东话、还有明南语 你担不担不来一点点罢了 还有我们的国语,我在努力学我们的国语、马来语,对不对 当然在文学这一块啊,文这一块啊,中文这一块,我是比不上董语会老师的 对不对,不过这可以学嘛,对不对 人的知识量可以通过学习累积嘛,对不对 哎,李小龙也不是Day1他打双结冠打得很厉害啊 他还是靠古连的啊,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董语会英语,一个英语老师能够直播带货,又 期间呢,又可以分享一下学英语的小秘诀什么的,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他马范仔也可以啊 我拍视频呢,拍了很多年啊,不是每天拍了 有工作的时候我就没有拍,没有更新,有工作 好像现在没有什么工作了,工作量很少了,我的新加坡的妈妈公司 工作真的大为减少了,真的大为减少了,哎呀 对不对,拿着 拐杖,两条还有一条在那边,两条拐杖 不良运行,还能到哪里去,还能到哪里去 OK,where do I go from here 这句运动什么的,where do I go from here 我还能去哪里呢,我还有什么办法 对,诶,我也可以觉得,诶,我可以把马来西亚特产啊 比如说冒山王啊,诶,以前我看过一个数据 中国现在吃到冒山王的人口啊,的比例啊,可能还不到1% 1%什么意思啊,14亿,10%就1.41 1%就是,啊,才1400万,哇,1400万,你很惊人哦 哦,啊,差不多是,超过马来西亚人口三分之一哦 哦,所以,冒山王在中国的市场是超级超级超级大了 现在,中国在海南也自己种啊,也自己种榴莲啊 不过品质可能还要再提升一下吧,冒山王肯定是杠杠的 我这辈子啊,还没有吃过一安市啊,甜都没有舔过冒山王啊,你信吗 我甜都没有舔过冒山王的肉啊,榴莲肉啊 哈哈哈哈,中国有1400万人吃了啊,你懂吗 还有更大的市场,所以我觉得OK,如果我用我自己原的小优势 是不是也可以吃货带货呢? 新的一年啊,新的希望啊,新的New Resolution I,think about it,能不能够 OK,好嘞,这是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